网络热闻深圳原市上陈如贵与消逝的傅小田 危险信号中共号召全国抢救天津 李舒磊吹响进攻的号角 全球要警惕 今天在互联网当中一篇热传的网文 之前傅小田在剑桥大学捐了一个花园 当时也是众说纷纭 大家都在猜测是谁捐的钱 傅小田哪来的这么多钱 而这篇文章当中呢 透露了一个细节 说傅小田的这个花园 当时有一个揭幕室的时候 深圳市的市长陈如贵就率团在现场 这是一篇署名为田园的网络文章 文章的标题是深圳原市长陈如贵与消逝的傅小田 该文章表示在广东这片热土上 陈如贵的名字曾经是无数人仰望的星辰 从1983年踏入职场的青涩岁月 到成为万人瞩目的深圳市的市长 再到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的副主任 陈如贵的人生轨迹无疑是一部励志的传奇 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有的人能够保持定力稳坐高峰 有的人抵御不了欲望的诱惑 陈如贵就是其中的一位 8月6号的时候曾任深圳市市长的陈如贵 涉嫌受贿罪一审被判处了无期徒刑 2003年到2022年 陈如贵利用担任广州市的市建委主任 市建设工委的书记 广州市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 广州市的市委常委副市长 广州市市委副书记 政法委书记 中山市的市委书记 深圳市的市委副书记 市长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的党组成员 副主任等些职务上的便利 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为相关单位和个人 在工程承揽项目推进 企业经营等事项当中提供了帮助 直接或者通过他人非法的收受财务 共折合人民币1.08亿余元 受贿的这些钱都用来干什么了呢 不由得让人想起了一起八卦故事 迄今为止 英国剑桥大学为三个华人建立过冠名花园 其中两个人大家都很熟悉 一个是徐志摩 一个是金庸 徐志摩曾经在剑桥大学留学 并且写下了传世的诗作 在别康晓 武侠小说作家金庸 获班剑桥名誉文学博士 第三个冠名花园的就是傅小田 傅小田曾经是凤凰卫视的知名女主播 在华人世界当中 他的名气相当之大 他的身上的光环 包括但是不限于凤凰卫视的当家花旦 风云对话王牌主持 风烟中的沙漠之花 意大利之星骑士勋章的获得者 剑桥大学小田花园的拥有者 还有香港十大杰出青年 他2008年毕业于剑桥大学的丘吉尔学院 数年之后 该校在大名鼎鼎的丘吉尔学院 为傅小田命名了一座花园 傅小田还亲自前往参加剪裁 这是该院有史以来首次以女性校友的名义 命名学校的设施 园内两块巨石 据说是从中国三峡万里迢迢运过去的 丘吉尔学院的院长 英国皇家科学院的院士唐纳德教授女爵 与傅小田一起在小田花园种下了丘吉尔苹果树 之后 窦文涛在《枪枪三人行》节目当中 对傅小田调侃 听说你在剑桥捐了一个园子 傅小田一脸尴尬 很快岔开了话题 轻描淡写的说 纪念一下而已 以傅小田的地位和成就 显然不足以让剑桥为其数杯力转 获得花园冠名权唯有通过捐赠的方式 但是剑桥不差钱 这个数额肯定不是三瓜两枣 起码百万英镑起步 千万英镑也属于常规级 那那时傅小田满打满算才工作六年半 收入难道就如此之高吗 2019年小田花园举行开园典礼 不少牛人都出席捧场 当时出现在现场的就有时任的深圳市的市长陈如贵 陈如贵当时率领深圳市的代表团参观了该花园 傅小田全程的陪同并且讲解 深圳市的市长为何要探访小田花园呢 百思不得其解 没有想到2022年5月30号周一早上的八点多钟 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的门口 已经升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陈如贵 一下车就被带走了 直到2024年的8月份被判处了无期徒刑 他恐怕没有机会在故地重游了 而傅小田的微博作用113.6万粉丝 曾经发布微博2704条 然而从2023年4月11号开始 他的微博一直处于静止的状态 目前傅小田的去向成迷 其究竟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没有人知道 尽管网友千呼万唤 他也迟迟没有回应 近日中共当局发出了一个重磅信号 要求中共的多个部委要联动起来 一起来抢救天津 这是来自综合媒体的报道 中共的直辖市天津市炸物危机严峻 迫使中共出手相救 目前中共有多个部委就联合发文表示 在进入方面要支持天津 但是有分析认为 这非但不能够解决问题 还会引发其他省市 以及不同政治势力的反弹 中共的官方媒体在8月6号的时候 报道表示 中国的央行还有中共的国家金融监管总局 以及证监会 还有中共的国家外汇管理局 以及天津市政府 近日联合发布了 关于金融支持天津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而该意见提出了34项任务和措施 在金融领域支持天津的发展 其中就包括了加强金融支持 科技创新 推动金融与数码技术融合 完善金融体系 加快普惠金融和养老金融发展 优化跨境金融服务 立足地方 促进特色金融发展 加强金融监管 防范化解风险等些方面 报道表示 中国的国家金监总局天津监管局的局长 赵宇龙 在新闻发布会当中就表示 该意见涉及到了银行业 保险业 以及其他的非营领域的支持措施 一共有48项 其中在协同合作方面 首次提出鼓励全国性的银行机构 探索建立金经济联合受信机制 推动信贷资源流 同时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 跨区域协作 支持推进金经济地区金融统计数据共享 而根据中国的监管机构 在2018年发布的 银行业金融机构联合受信管理 实行办法 联合受信指的是 对同一企业提供债务融资的 多家银行业的金融机构 通过建立信息共享的机制 改进引起合作的模式 对在三家以上的金融机构 有融资余额 且融资余额合计在50亿元以上的企业 银行应该建立联合受信机制 有评论士就表示 天津市政府负债累累 传闻早已经破产 而中共的多个金融相关部委 如今罕见的联合支持天津 进一步的正视了天津债务危机的严峻 这说明天津的债务危机 光靠金经济已经解决不了了 变相的要求全国来买单 实际上 中国的各个地方政府 几乎都深陷财务危机和债务危机 天津的问题只是冰山一角 但是天津作为中国的一个直辖市 当局的政策倾斜以及金融支持 背后有敏感的政治因素 但是这种政治特权动作 并不能够从根本上来解决天津的问题 反而会引发其他的省市 以及不同的政治势力的反弹 并且加剧中共金融危机与政治乱局 而近年以来 天津的经济形势不断的恶化 财政枯竭 政府债务累累 传闻早已经破产 天津陷入衰退约从2016年到2017年开始 其标志性的事件就是 2015年8月份的时候 在天津的滨海新区发生化学品的大爆炸事故 其威力相当于21吨的TNT炸弹 其直接的经济损失或达到了数百亿元 间接的损失难以估计 而上一任的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 为打造政绩大量的举债 他主政天津的6年当中 债务暴增 天津市的政府债务余额2016年底 为1221.8亿元 而2022年底已经上升至了8,645.6亿元 不过李鸿忠在中共的二十大之后 已经升至了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 所以天津虽然有巨额的债务 但是目前没有人被追责 作为中国的四大直辖市之一 天津作用金经济协同战略 滨海新区自贸港等些重磅的资源 可是GDP目前连中国前十名都进不去 7月24号的时候 天津市的统计局发布了数据表示 上半年天津市的地区生产总值为8191亿元 在中国所有城市的GDP排名当中排在了第十二位 比去年的排名又降了一位 在过去的十年间 天津的GDP排名连续的下滑 先后被武汉 成都 杭州 南京超过 如今又跌落至了宁波之后 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 中国国务院向欠债严重的地方政府 发布了一份通知 通知表示不得新建政府投资项目 投资完成率超过50%的压缩投资规模 未完成50%的缓建或者是停建 该通知点出了12个重点省份 其中天津首当其冲 北京担心地方债务庞大 而经济增长前景不佳 可能导致债务违约 去年2月份的时候 中国的前媒体人赵兰健 在X平台当中就披露了惊人的信息 说墙内都在转发 天津政府已经破产了 负债500% 陈敏尔于2022年12月份的时候 刚刚出任天津市的市委书记 由台湾媒体就报道认为 陈敏尔主动宣告破产 是为了与上一任的市委书记 撇清责任 不愿意为其背黑锅 而根据天津市的 中国债券信息网披露的文件显示 截至到2023年底的时候 天津市政府的债务余额为 11117亿元 比2022年底又增加了将近30% 这还不包括隐性的债务 市场一般以成头债的规模 来预测隐性的债务 有中共的官方媒体 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就曾经报道说 天津的新发城头债 用于借新还旧的比例 已经升至了百分之百 天津市的城头发债的 有息债务余额 截至到2022年 为17,180亿元 所以估计目前天津市的城头债 至少还应该保持在这一规模以上 所以天津市的政府债和城头债 合计至少约为28,297亿元 而相比之下 天津市去年的财政收入 只有2617亿元 其中全市一般的公共预算收入 2027.3亿元 全市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为589.6亿元 另外天津市去年的GDP 为16,737亿元 中共宣传部的部长李舒磊 日前在中共的党媒《人民日报》当中就发文 说要打造新一轮的中国大外宣 这一轮的大外宣当中 首先依然是要讲好中国故事 另外一点就是少让中国丢脸 这来自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 说中共的中宣部的部长李舒磊 在星期三的时候 在中共的党报《人民日报》当中 刊发了文章 表示要深化改革中国的国际传播体系 善用互联网各类媒体形式 加快形塑中国的叙事和话语权 以避免个别国家丑化中国形象 有专家认为 这可能意味着强化输出中国叙事和贬低民主等等 中共的中宣部的部长李舒磊 在星期三的时候 以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为题 刊文在《人民日报》当中 文章写道 个别国家因为中国快速发展感到强烈不安 而凭借信息优势和舆论霸权 丑化中国形象 因此中国除了坚守并且推进 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之外 还得与外交 经贸 旅游 体育等些领域和各个政府部门 媒体 智库 企业 高校 等些主体来协调配合 以互联网为主轴 完善各类媒体渠道 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 展现可信 可爱 可敬的中国形象 诸有北京的全球媒体公式艺术的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资深研究员 克兰兹克以书命的形式回复了自由亚洲电台的采访就表示 这一次中宣部倡议的改革可能是想强化说好中国故事和形塑良好形象这一点 同时也表明之前一些方法的效果好坏参半 因此将鼓励关注于那些取得良好效果的媒体 比如新华社等等 克兰兹克认为 深化中国媒体的参与 意味着利用新华社更多的与外国媒体合作 传递中国信息等等 例如输出中国叙事和贬低民主 而网络媒体中国数字时代曾经援引了金融时报的调查指出 中国软实力战略一直在学校资助教授中文和中国文化 并且支持当地的智库 但是随着中国国力和立场逐渐的强硬 也开始将宣传的触角伸到了独立媒体 截至到2016年的时候 超过200家的海外媒体转述中共官方媒体的新闻 这些出版物每年覆盖中国以外的数百万的读者 可与世界上最大的报纸订阅户来媲美 路透社2015年的调查也揭示 美国 澳大利亚和欧洲等14个国家 至少有33个广播电台 背后的最大股东 实际上为中国国营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不过《新京报》的前共同创刊人及主编程毅中 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 中宣部之所以刊发此类的文章 看似老调重谈 实则就是因为刚刚开完中共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惯例性的表示要落实全会的精神 根据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决定 第十项的内容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 包括完善意识形态 工作责任制 优化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机制 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 以及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 报道表示 事实上这并非北京当局第一次强调 要说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性 早在2009年 南华早报就曾经揭示中国计划耗资 450亿元人民币 推动主要媒体向国际扩张 以改善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 中国的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公共外交研究室的主任周庆安 还在当年的时候向中国的新世纪周刊表示 中国已经清晰的认识到 谁的话语越强势 就能够在特定的议题上占据上风 而中国国家公关要尽夺和建构的 正是国际话语权 不过自习近平上台以来 中国推出战狼外交 不只加深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负面印象 原本试图说好中国故事的做法 也换来了反效果 2021年4月份的时候 中国驻瑞典大使向独立记者优野 发送了电子邮件 指责他与台独分子合谋 捏造假新闻抹黑中国 发表极端反华言论 散布谣言 挑起反华情绪 要求优野立即停止诋毁中国的报道 否则将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 而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的邮件 引发了瑞典朝野的强烈反弹 瑞典的两大主要反对党 民主党和基民党 一度呼吁驱逐中国驻瑞典大使贵从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